把他做完,所以有四張圖,所以四張圖就分別了 把這個地方做四個 這個Style,1,2,3,4,所以底下的話我就 偷懶一下,直接雲,這上面已經做好了 1,2,這個是第1個,第2段的話在這裡 第3段第4段,OK 然後其實名稱都一樣,所以我就直接 拿這個來,所以 所以第1段是用這個圖,然後給他這個名稱 第2段是這個圖給這個名稱 Style推,有四張 那底下的話呢,我們一樣啊,把這個上面的名稱有沒有,分別改成1,2,3,4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也許這個零4把它 換成這一個 所以Data icon就這一個 然後這個前面名稱 這個,把它改這個,本來叫Plus 改一下 然後把第2張的Camera 第2張的話呢,把它改在 這個地方,所以4張 好了之後的話呢,把它 關掉,再從即時看一下 有發現即時,即時都可以 所以 也就是說啦,如果你假設 把這個圖示換掉的話 不需要跳到瀏覽器 但如果,假設啦,瀏覽器沒出現 那你可能還,這邊沒出現的話 可能還是要跳到瀏覽器裡面 好 那基本上的話呢 今天的重點喔,我們就已經講完了 OK 就是喔 再把那個呢 底下的那個 Netbar上面的小說圖 把它改成小icon OK 這樣應該OK吧 沒有 困難吧 反正這相關的參考資料雲端上都有 那只是說最後喔,還有一個任務啦 一樣喔 最後還是要把它上傳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 Adobe網站上 所以做完之後把它save 那剛剛好像有同學發生錯誤 帶掉這個 index 假設這個喔 如果說我把它改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喔,已經做完了 然後要把它上傳到那個 網站上面的話 一樣按右鍵 把ZIP 加到什麼 記得一定 第一個 一定要是 VIP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所以這個 VIP有了 好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傳到 所以一樣 我們開到那個 我們fongap的網站 好 那上個禮拜的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那其實大部分應該喔 這個地方不能是紅色的 如果是紅色的話呢 那表示有問題 那其實像那個config.xml很容易出問題 所以剛剛好像就有同學卡住了 至於為什麼 我再試一下 如果把舊的刪掉 Setting 把它Delete 如果你要重傳的話 就是要把它Delete Settings Delete 然後重新整理 它就會出現 Upload 那我把它再重新uproad看看 桌面上面 這個 看會不會失敗 OK 這個有出現了 這個也出現了 這個名稱也出現了 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讓 Ready to be 看看 如果呢 它的 小綠人 不會是紅色的 那表示成功 他馬上就成功了 所以到底是哪邊 像剛剛同學有出錯 你這個時候的話 把它安裝到手機上 理論上就 應該沒有問題了 這個 再看看好了 這個 我的檔案 這個 還是說我重新 把它 刪除掉 然後我從哪邊 我試一下 從那個 我給各位的那個 03這個單元 這個config 我把它下載 這好像本來就有一個 然後把這個 解壓縮這邊就有了 複製 假設我拿網路 因為之前好像有發生一個問題 有同學拿那個網路下載的東西 出問題 但是之前是沒有壓縮 我就直接把 XM放上去 下載 它會出問題 現在我看一下 這個裡面的問題 反正它第一個 這個一定是OK 要改 然後這個也改一下 這個可以 裡面東西都可以改 第三個主要會出錯 最容易錯的 就是這個路徑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字都不能多 一個字也不能少 那如果你擔心錯的話 乾脆什麼 直接這邊點一下 重新命名 Ctrl C 直接把這個複製 直接貼過來 這樣就保證一模一樣 貼到這裡 這邊再貼一下 一個字都不能錯 OK好 那如果沒錯的話 就把它儲存一下 我再跑一次看看 如果這樣子改完之後 會不會出錯 會不會出錯 如果沒出錯 那顯然應該這個 壓縮的config也應該沒問題 我再做一次 把這個jord刪掉 點這邊一下 Settings 然後把它delete 這樣的話呢 這個app就重新來過 然後我重新整理再upload一次 丟上去 看一下會不會OK 看起來好像 也正常 Ready to build 看一下 OK沒問題 所以啊 常常同學會 會問我那個 到底 哪個地方 其實跟各位講 就真的是 要完全一模一樣 OK就是反正 尤其是那個 圖檔 你如果一直 不OK把你把那個 檔名不檔名 用複製貼的 保證是正確 一模一樣 那應該就沒問題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好 所以今天的話呢 主要就是把那個 206 app 再增加那個 小 icon 然後這個 icon 有四個啦 我在雲端上有提供 四個範例的 那如果 你們可以的話 盡量就把那四個 圖示 換掉 換成 其他的圖示 也許你練習的時候 可以用我的圖啦 但之後的話 你可以用你自己 去下載找到的圖 換一下 不要每個人都一樣 那最後的話呢 那個 文學家的app 文學的app 也是一樣 就是 圖的部分 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 這個 icon 變漂亮一點點 如果可以的話 甚至 自己做可不可以 也可以用小畫家做png檔 他一樣可以 把它 當成小 icon 甚至如果將來你要把你的照片變成小 icon 也可以啊 32x32的png就好 試試看